5月14号有好消息 中国商飞的C919 大飞机首飞试验成功 这里面必须要提到的 中国商飞的前身就是 上海飞机制造厂 上海飞机制造厂 是国民党时期的两航飞机公司 设在龙华机场的机航总站 主要承担民航飞机的维修业务 经过多次调整和建设 在解放后扩建成为 国内大型民航客机生产 制造的大型骨干企业 1973年开始大型客机 运时的研制和生产 1985年4月和麦道公司签订协议 合作生产MD-82大型客机 首架飞机于1987年7月交付使用 到1990年底已经累计生产 这个MD-82大型客机20架 该厂还开发大型的旅行客车 各种特种车辆 360度旋转自动升降平台 等231个品种的民用产品 1990年的时候有职工6554人 工业产值1.54亿元 出口创费569万美元 上缴立税1974万元 上飞是中国商飞全子子公司 和总装的制造中心 目前注册资本是83.1亿元 所以这个发展历程是蛮长的 这个很多历史的老照片 能够追溯上海飞机制造厂的前身 从这个一个修理厂发展到今天 能够生产自主的民航大客机 大飞机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希望我们的这个飞机生产制造业 能够进一步的提升 为国家贡献更多的经济上的动力